大家好,我是王sir 這裡是泰國的清雲山區 所在位置距離地面 15米的一間樹屋頂 在這裡和我的老師 洪潮峰老師有個專訪 首先當然要問他,為什麼你在這裡出現呢? 我是60歲 第四次出財 第四次就來這裡,還是第一次已經來這裡? 其實我是五年前已經開始來這裡 開始是玄修 自己來,還有帶學生來 但是就由半年前開始 我就正式在這裡第一次出嫁 那個就是為了59歲出嫁 現在相隔半年之後來到這個時候 再出嫁 就是為了60歲出嫁 你第一次來的時候,這間樹屋是存不存在的? 存在的,但是還在興建中 還在興建中 我們是同一班師兄大人 我們是同一班師兄大人 拿著那些地刷,去廁所那裡刷那些地磚 還有還在廁所那裡要拿些殘 去剷掉那個牆壁 那些髒東西 然後因為他還在興建中 有很多廢墓 丟到那個山坡那裡 我們要站在那個山坡上面的廢墓 然後一路沾身去撿那些廢墓 然後呢,就丟到那個大的布袋那裡 然後有另一個師弟 就很恐無有力的 然後就背著他的肩膀 然後又走過一些斜坡 其實很危險的 然後就是把那些一百塊木頭 放在一輛車上 然後再運走去其他地方 你說到這裏的時候 我發現你整個身體已經發光了 真的 你現在的身體已經發出了金光 其實你這件是橙色的衣服 有金光 是啊 一會兒你看一下 現在正在拍攝也沒辦法 其實你為什麼這麼多地方不選擇 會選擇這裡呢? 有什麼機緣讓你找到這裡呢? 因為其實我是七年前 就是開始 跟泰國師傅學學打坐的 這七年來呢 我為了追求打坐的秘密 所以四處跟師傅打坐 我打坐的地方包括香港 他們搞一些三日兩夜的善修營 包括在曼谷 包括在清邁 包括在布吉島 另外包括一個地方叫做 在曼谷是泰國本地人 一個很適名的道德性地 距離曼谷三個小時車程 那時候還沒有機會來這裡 因為這裡是五年前才開始興建 那我就是透過參加這麼多的 不同的善修營 然後就跟了三十個師傅打坐 然後裡面 他們有一些泰國人做義工 其中一個義工跟我關係很好 那五年前他就開始轉了 跟了一個師傅來這個山頭那裏 就是做發展 那就是他通知我 他說 阿傑我們這裡有一個 承修中心的可以來 那我就說 麥學好啊 那次我來一看 覺得很好 那我就開始 就帶了一些學生來 那 然後自己又會 這麼多年來自己都會來 那我就發現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 每一次來都好像回到家 就是無論是否收到 或者無論是出嫁 那可能打坐都選擇 這些人跡刊子的地方 就是據說 就是越偏僻 越沒有人找到的地方 打坐越得 那你就說過 這個打坐的秘密 是不是這個 是秘密之一呢 是 嗯 當然啦 如果你 打坐能夠在 遠離人煙的地方 遠離紅塵的地方 沒有什麼牽掛 這樣打壓是好的 因為你的心清淨 那原來又是一個很優靜 很清淨的環境呢 你會是事半功倍的 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的心容易靜下來 那當你的心本身都已經是靜 環境也是靜 那我們就很快進入到 很深層的靜心 如果你有很好的打坐的技巧的話 那我聽人說呢 打坐就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其實會不會這樣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跟著泰國師傅呢 他都強調 safe meditation 即安全的正心 安全的打坐 那麼我們這一學的這個門派 叫做中度症狀 Miduid meditation 那他有一個師傅就這樣教 他就說 總之在打坐裡面 無論你以為 你在打坐期間 聽到什麼聲音 看到什麼東西 或者感覺到什麼東西 而你心 不是生一個歡喜心 而是心 是生一個恐懼心的話呢 那他的建議就是 你立即中止你的打坐 然後抹大牙 走開 起床 然後到你自己想 打坐的時候 再回來 再坐下 那所以 如果根據我們師傅的教會的話呢 就 學習這個打坐方法是很安全的 打坐怎麼會害怕呢 嗯 有些人呢 就會 包括我 曾經收過一個這樣的學生 他就說 他每次打坐的時候 進入深層的正心的時候 就會看到蛇 那蛇呢 就會咬牠 所以他就會很害怕 那他就把這件事 看作是走火一魔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其實不要緊的 如果你學這個打坐方法 總之你 去到什麼狀態 看了什麼事物 也好 總之你不管三四十一 你看到一條蛇也好 或者你看到一隻蛇子也好 去襲擊你 你很害怕 你馬上抹大牙就可以了 那些東西就會消失了 不是那麼多人幸運 好像老師或者我們這樣 可以來到那裡打坐的嘛 那想在自己家裡打坐呢 他第一步去做什麼呢 第一步一定要做這個身體的放鬆 那我們 學打坐的人都知道 你站在那裡做一些放鬆的運動 由頭到腳 坐在那裡做一些由頭到腳的放鬆的運動 做完之後 然後才開始 無論你選擇 躲在樹幹 或者是坐在椅子那裡 或者好像我現在這樣 盤塞 都好 然後就開始閉目 閉目 閉目呢 重要呢 不是說立刻入正的 那秘訣呢 要入正入得好呢 就是呢 你首先要閉上眼 會用你的想像力 因為其實打坐就是關乎想像 是想像的藝術 那就是呢 閉上眼 然後呢 想像 我這裡要放鬆 這裡要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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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後尾枕放鬆 頸骨放鬆 脊骨放鬆 去到臀部放鬆 然後再回到前面 就是 小腹放鬆 上腹放鬆 兩邊的肋骨放鬆 然後呢 就胸口放鬆 然後鎖骨放鬆 股頭放鬆 全部都是以後上腸 然後前臂 手臂 然後 掌心 然後 十隻手指 尤其是要放鬆十隻手指的指尖 放鬆了半身之後 然後呢 放鬆下半身 下半身 一般都是放鬆 盤骨開始 然後 放鬆大腿 放鬆膝蓋 放鬆小腿 然後 去到腳板 腳板 包括腳面 然後呢 也是十隻腳趾 那你做完 閉上眼的這些放鬆 那不要小看這個放鬆 因為這個閉上眼之後所進行的放鬆 以前 當我打一個鐘頭座的時候 我是用了二十分鐘 你做了這個放鬆 那 做了二十分鐘這個放鬆之後 再用我們打座的技巧 再入証這樣 除了自己做之外呢 我相信都比較危險些 那在香港有沒有師傅跟得到 可以跟我 立即是 立即找你 立即找你就可以了 在香港 有什麼方法 大家可以 和我 所謂 Get Connected 就是有一個緣分 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有一個 《紅潮風》的粉絲專頁 你搜尋《紅潮風》 《紅水路紅潮》 《地方潮風》 你就看到我的消息 以及你有任何關於 正心的問題 可以在那裡 INBOX 我 我會是私人這樣回答你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來這裏呢 你哪裏 你這裏打座呢 即是來白碑這裏 是的 隨時 隨時 可以聯繫王Sir 王Sir聯繫我 我就會幫你聯繫這裏的負責人 然後就可以代為安排 這裏的師傅是 一度52歲出道 12年 很有智慧 很快樂 很有精力 很開心 很有動見 還有很 open minded 思想很開明 的一個師傅 他是歡迎所有香港人 只要你願意 他就會方便你 來到這裏 是有一個清有的環境 食和住 包括師傅給的看事 都是完全免費的 最基本就是你來到這裏 心靈是 就是有一個掌進 之後 在這裏會覺得開心 大家聽到 山區和免費 是不用怕的 不用想著 這裏的地方 就是住宿環境不好 其實這裏 真的住得消息 吃得消息 真的 而且一吃都是吃好東西 就是你別人都吃不到的 住宿環境更加離譜 就是這裏的住宿環境 基本上就是 一些是度假酒店 都沒有去那麼好的 尤其是 好像我 這裏住這間樹屋 真的 你一切都找不到 真的 好了這一節 我們就講到這裏 我現在看到 熊師傅的金光 閃耀 整個身體 下次見 謝謝